於是10月5號起 若疫情穩定 那我們規劃這些 這些相關四大 這樣四大業別 能夠有條件的開放 本週起 那 各主管單位修訂相關指引之後 那高鐵在付會區內 那可開放飲食 那遊覽車可以開放到以合定的座位數 來乘坐 那藝文表演 體育活動賽事 那在室內或室外 那 整體在室內 當然這都是要有 十連置量體溫全程戴口罩 禁止飲食 那室內進場人數符合場所溶流人數 換句話說 每人基本上在溶流空間裡面 有2.25平方公尺來計算 那就不受 80人的上限的限制 那以實際的座位數入座 那室外 室外就人數降載50% 在室外的大大型的場所裡面 那座位若有1,000個 那可以進場500個 那當然在維持要排隊時 及室內外要適當的社交距離 那可以縣長售票 不受預約制 那當然在開場前 中場休息 擅長時 人序維持室內外適當的社交距離 那這些開放的這些 基本上的類別是 電子遊戲場所 資訊休閒場所 然後在MTV KTV 那還有桌遊 麻將休閒館 營業場所 那在 基本上在 這個建子遊樂場所 資訊遊樂場所 那是一人一雞 那需要有用隔板 或者採間隔座 梅花座 禁止飲食 那這傾銷都要定期 把傾銷座做好 那錄影的 在那個MTV 就是錄影節目帶 他有固定的座位 或採梅花座 或間隔座 那非固定的座位維持1.5公尺以上的距離 禁止飲食 那每一個包廂都要 要消費完畢 都要有一個環境的 一個傾銷 至少要間隔30分鐘 那每兩小時要進行換氣 那MTV就是 大概就是 出飲水外不得飲食 出飲食在禁止裡面 禁止飲食 那當然一樣 下一組顧客之間 要有30分鐘 那免了時要進行換氣 那就是 也是要求這個KTV 在使用麥克風 換句話說全程 除了喝水以外 請全程戴口罩 所以唱歌的時候也要戴口罩 那桌遊麻將休閒館 那要在不同桌 就要有1.5公尺以上的間鋸 或者獨立的包廂 屏風或隔板 那同桌者是要使用隔板 那揭去郵具前後 應執行首部的衛生 並帶手套 那飲食 續遵照餐飲相關的規範 郵具及桌面使用應立即清銷 那間隔 至少15分鐘 才供下一組的客人來使用 那這是規劃 如果在觀察 從 秋秋節觀察 等於是10月5號起 如果疫情穩定 那規劃這些 這些相關四大 這樣四大業別 能夠有條件的開放